- 突然間你會變成我? - 突然間你會變成我? - 突然間你會變成我? 哈囉大家好我是Bone 今天這支影片呢非常有趣 我要帶來大家使用我歷年來推薦過的 年度愛用品上妝 也就是從我2015年一路到現在 五年間推薦過的年度愛用品 我就把它挑選出幾樣來試試看 到現在用起來是不是還是一樣好用 還是說我打臉自己現在用起來 已經不好用呢 就帶著大家一起來試試看 那因為有一些東西真的是 年代太久了已經被我用完了 或是說過期被我丟到 但是呢我還是盡力的找出了 我2015年以及2016年用過的東西這樣子 那其實我今天完成這個妝容的時候 還滿滿意 就是有超出我預料之外的喜歡 尤其是拿出那些封城已久的唇膏啊 眼影等等 現在用起來覺得特別的新鮮 好假如說大家對今天這支影片有興趣的話 我們就可以繼續看下去囉 首先呢我們先從底妝開始 那我要先使用2020年 我的年度愛用 也就是Alice老師的這個試底乳 在2020年其實我的底妝畫法 產生了一個非常大的變化 我以往都是直接用粉底液嘛 那現在我就是會習慣用一些 有帶有這種校色功能的試底乳 先把我的膚色先校正之後 後續呢就可以上比較少的粉底 那我今天就是用黃色跟粉色 這個對於修飾暗沉的效果呢 我覺得非常的好 那一樣呢就是上在臉部的中間 美滴粉底刷啊 我最近很喜歡把它拿上底妝 因為上底妝速度超快的 然後它是做像這樣的色 就是可以貼合我臉部的肌膚 你們看 滑過去就好了 對於趕時間的上班族非常的適合 就不用什麼技巧把它推開就行了 就隨便抹一下底妝就上完了 然後沒有什麼粉痕就真的很快 這支刷子我覺得很好用耶 臉部大面接地方呢 真的是一滑過去就上好妝了 試底乳上完妝你們可以看一下 就整個膚色就很明亮 很像剛上完粉底 然後黑眼圈這些啊 也就是一定有修飾到了 接下來粉底液的部分 要用我2018年的最愛就是這個 蘭蔻的零粉感 我那時候在看我以前的影片的時候 我才發現原來這一罐我已經喜歡這麼久了 就是從2018年一直到現在 我都還是很常使用它 我還是覺得它非常的好用 因為零粉感粉底它用起來就超輕薄 在臉上根本就是沒有存在感一樣 然後持妝效果啊 控油度啊等等都非常的棒 所以這個呢絕對會是我夏天粉底液的首選 真的超好用的 那我今天要用的顏色呢 是BO01跟BO02 這兩個黃色調把它混在一起 粉底液的用量呢 我會用很少 就是在這裡而已一點點 這些地方 臉部比較需要 就是無瑕的地方 我就會上上一點點 那用這支粉底液 我會按壓的方式 然後再刷開來 我覺得它這樣妝感到會很漂亮 就是有點邊彈壓的感覺 其實跟用粉撲的那種上髮有一點點一樣 就是邊壓邊彈 而且這支粉底刷你不用每天洗 就是用了之後 可以用個兩三次左右再洗就好了 接下來呢我們進入到遮瑕部分 那我要用的是我2017年最愛的遮瑕組合 就是這個LA Girl的 還有這個It Cosmetics 這兩個呢真的是我2017年的最愛 我到現在想起來 我還是記憶猶新 對我那時候真的非常喜歡這兩款遮瑕 所以我今天呢 就要來重溫那個感覺 那我們先用這個是GC971這個顏色呢 來校正一下我的黑眼圈 那建議大家在用的時候 要先在手上運一下 因為它其實會有一點點小結塊 所以你就用手部的溫度把它運開就可以了 那我要搭配刷子呢 是個031的528遮瑕刷 它是一支還蠻大的遮瑕刷的 所以遮眼下呢很快速 就是一下就好了 直接上在這邊 它是一款很乾爽的遮瑕 就是你上去之後它的持久度很好 然後就是也不會有任何的黏膩感 在眼下我覺得也不會乾 而且它的校色效果超好 你們看喔 這樣子 有沒有 這邊就被修飾掉 我剛剛用的量非常的少喔 然後就遮掉了 遮瑕刷的用法 我喜歡用這樣子 有點微彈壓的方式上 然後最後再用手呢 輕輕的把它給 讓它更融入肌膚 然後你們就會發現 上了一層這個校色之後 效果非常的好 對不對你們看 黑眼圈就基本上就隱形一半了 所以這個真的是便宜又好用的遮瑕 接下來呢我就要用這一個 那這一款遮瑕它的質地 是比較偏濃稠一點的質地 你們看 它就是真的還蠻濃稠的 所以我建議大家 這個一定要少量多次的用 不然很容易會有那種厚重感出現 然後呢它的提亮效果 那遮瑕效果也是超好 我覺得我好像沾太多了 這樣子用量可能會有點太多 趕快用我的手來救援一下 在淚溝這個地方呢 我們可以再多疊一層 接下來呢我們進入到蜜粉的部分 首先第一個呢 我要使用的是我2017年 超推薦的一款蜜粉 就是這個ELF的眼下蜜粉 那這一款蜜粉呢 它很便宜 我記得只要幾塊美金 然後它是它眼下是完全不乾 然後又有對你的細紋 有柔膠的效果 所以假如你眼下是很乾的朋友 還蠻推薦你可以試試看這一款的 就是不會讓你失望 那我就搭配一個尖尖的刷子 來上一下眼 它的粉非常非常的細喔 就是細到不行 上了一層之後這邊就比較霧一點 然後是完全沒有粉感 很薄很薄 然後又有定妝的效果 最重要是它不會有那種乾燥啊 或是乾紋的狀況產生 這個尖尖刷拿來上粉餅也很好用 因為它的抓粉力其實比較好 所以還蠻適合拿來上粉餅 這款呢真的是眼下很乾的人 必備的一款蜜粉 接下來蜜粉的部分呢 我決定要用我2018年的最愛 就是這個Mabelin的FIT ME蜜粉餅 那他們家除了蜜粉餅非常好用以外呢 我覺得粉餅也很好用 基本上FIT ME這個系列的東西 我覺得好像沒有什麼雷的耶 我都還蠻喜歡 然後都有依序出現在 我不同年份裡面的愛用品 然後你們可以看一下 就是已經用到鐵片菌咯 鐵片菌咯 那這款我覺得拿定妝很好用以外 我覺得它拿來補妝也非常的好用 因為它其實是有膚色在 你可以壓在一些輕微脫妝的地方 它就提亮你的效果 然後也不會太乾 遮蔽用沙的粉也還蠻細的 以開架蜜粉餅來說 這個真的很好用 那接下來我要搭配蜜粉刷 它這個03E502 這支蜜粉刷我已經用了兩年多左右 然後一路習慣 我發現它其實沒有什麼掉毛 它真的非常的耐用 雖然說它的價錢比較貴 但是我覺得算是值得投資的一款蜜粉刷 就真的超耐用的 抓粉力也非常的強 有沒有 然後你就是這樣子輕輕的帶過去 它的面積也很大 所以上妝也是超快的 這一款我就覺得比較適合拿來上蜜粉 你要上粉餅的話 還是用尖尖刷比較適合 上手的底妝呢 就完成了 蠻接近我現在的畫法 我發現我以前的畫法 跟現在的畫法真的蠻大不一樣的 我有預計就是在拍一隻 就是五年前的妝容 跟現在的妝容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因為剛好看到壓壓拍那支影片 我自己是覺得還蠻有趣的啦 所以我想說也來挑戰一下 好那接下來我們進入到眉毛的部分 我發現眉布的產品在我頻道裡面 就是品項介紹我品項比較少 因為畢竟我本人並不是一個超會畫眉毛的人 所以不好意思介紹太多眉布的產品 所以呢我就挑選了這個 我2018年非常喜歡的這個 然後其實也是用了凹下去的你們看 我原本是想說要搭配 就一樣是小凱老師的眉筆 但是我已經把那一支完全用光了 那我先用這個眉粉做一個 打底 我覺得現在啊畫眉毛打個底啊 畫出來眉毛會比較自然 你們可以試試看 就是先把這個縫隙都填滿了 之後再用那個眉筆 雕一個形就行了 那他們家的這個眉粉是雙色的設計嘛 所以我覺得很方便 然後跟我髮色也很合 好我先把這個全部都填完 我再跟大家介紹 把眉毛的空洞都填完之後呢 就可以來用眉筆了 那這個呢是我2020年非常喜歡用的一支眉筆 是卡廷他們家的眉筆 然後它是雙頭的 就是一面是眉筆 然後一個是這個刷頭 這個筆心呢我已經用完一支了 這個是第二支 他們家這一款眉筆是屬於那種 質地比較濕一點點 然後顯色度非常高的眉筆 跟小凱老師那一款有一點點微微的不一樣 但是我覺得兩款都非常好用 因為用起來是不一樣的感覺嘛 然後它其實輕輕一畫 顏色就上去 然後因為它是扁頭的設計 所以你前面要畫一些毛流感也可以 就是很快速 眉毛畫完之後呢 整個人看起來就是比較有精神了 那接下來我用的是染眉膏 一樣就是KISS ME的8 不對不是8是4號看錯 那這染眉膏呢應該是從我頻道草上初期 就一直用到現在 他們家染眉膏是我用過我最喜歡的染眉膏 就是怎麼用都還是怎麼喜歡 因為他們家上色度真的很好 然後又超級持久的 接下來呢我們進入到修容 那我要用的是我2019年的愛用品 就是這個PERIPERA的這個修容 然後我顏色呢是2號色 這個我到現在也是還蠻常使用的 所以它也會有一點微微的凹 以前呢我的修容喜歡畫在顴骨下方 打造那種比較歐美一點的那種修容 但我後來發現其實真的很不適合我 所以就會改成把我顴骨修小 因為我顴骨是比較偏高的這種人 那假如說我顴骨再繼續把它凸顯出來的話 就會顯得我比較看起來怎麼樣 看起來比較兇 然後看起來會比較成熟啦 所以我現在基本上就是把我的顴骨修小 讓我的臉看起來會比較圓潤一點 有沒有就是跟我的膚色很融合的一款修容 當然其實我這邊剛剛是沒有上粉底的 所以其實你修容量也不用太多 這邊就會有一個自然的陰影 鼻影的部分呢我要搭配刷子這個03E的560 這支刷子是我最近才拿到 然後它是做像這樣子斜角的設計 這支我記得好像是OPRA非常喜歡的一支刷具 然後用了之後呢我也很喜歡 因為它可以同時就是打造你的那種眼窩深邃感 然後還可以修到鼻影我覺得還蠻方便 那我一樣是用這一塊 那我現在的鼻影畫法會從眼窩這邊 然後整個眼皮都塗到也沒有關係 就是一個打底色這樣子 然後在這個地方我會特別的強調一下 就是三根的地方 然後這邊是最淡的 鼻子這邊修一下鼻頭 它這個鼻真的是很順暢耶 這樣子這邊就打造出一個自然的陰影感 然後另外一邊也是 它這個設計我覺得跟我的眼睛還蠻合得 然後我可以往中間戴一下 就是刷出一個比較細緻的鼻影 這樣子呢就可以打造出一個還蠻自然的鼻影 然後你眼皮看起來不會這麼跑遠 剛剛已經同時修飾過了嘛 接下來呢我們進入到眼妝的部分 我發現我大概2015年到2018年這支中我介紹的眼影盤 大部分都是歐美系的眼影盤 就是屬於那種顏色比較濃烈的 所以呢我就拿出了這個 我很久很久很久沒有用的 Ana Sassia他們家的這個文藝復興盤 哇我現在打開還是覺得它這個好漂亮 我真的已經非常久沒有用它囉 真的好久 至少2020年是沒有的 給大家看一下它的顏色是這樣子 比較濃烈的這種美果色 眼影刷的部分呢 要用這個我已經推薦好多次的531這支眼影刷 我現在要用哪一個顏色呢 好猶豫喔 棕色 那我先用這個顏色 比較偏暖色細一點的 然後我畫眼影喜歡就是先從眼尾開始畫嘛 哇你看超顯色的 我每眼影盤真的都好顯色 顏色還是很好看耶 我剛看了一下這一盤眼影盤 是我2017年的愛用品 距離現在已經快四年了 好久喔 時光重重 接下來我想要用一個這個有點橘色調的 用同一支眼影刷就可以了 這支眼影刷就是萬用百搭 你要畫完一整個眼妝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它的頭是有一點圓的嘛 所以你要這邊做暈染也是行 接著呢我們拿出一支暈染刷 是這個549 就是把這個邊界暈開來之後就可以 它就會有個自然的深邃感跟陰影 接下來我要用手沾這個膚金色 在這邊 哇好亮喔 接著我拿出一支這個鉛筆刷 因為這邊我再加個幾筆 用小鉛筆刷的用途很廣 你要加深眼尾或是加深眼頭或是畫臥彈都可以 算是就是畫眼妝必備的一支刷具 接下來呢我用的是這個 2017年我的年度愛用就是這個BR的眼影粉 這個呢我就已經有點久沒有把它拿出來用了 就有點懷念它 然後我剛剛還特地看了一下我的影片裡面說什麼 我的影片說呢拿出這種蓬鬆的暈染刷呢 沾取它上在眼皮上面大範圍的上的話 可以打造出那種韓國明星的閃亮感 嗯我現在就來試試看 這個我真的是有點久沒用 有點忘記它用起來是什麼感覺的 那我從眼頭這裡好了 喔 混亮耶 喔喔喔喔喔 漂亮漂亮 你們看看 很漂亮耶 這個真的是 難怪我之前喜歡它 因為很漂亮 然後假如說你想要顯色一點的話呢 你可以就是用指腹直接沾 或者是說你可以搭配一些刷具 那假如說你像我這樣子大面積上的話 就是會眼皮上面都是會有一個閃亮感在的 接下來臥蠶的部分我要用的是這一支551 很喜歡把它拿來畫下眼影就是很方便 這個打亮臥蠶好亮喔 金光閃閃 扁頭大一點齁 哇 好亮喔 我把它暈開來一點 啊 好亮好亮 超亮耶 你有沒有看到嗎 我的眼頭在發光 眼尾的部分 把它連接一下 接下來就是要補一下不可或缺的臥蠶 的這個陰影 我自己覺得有畫陰影跟沒畫陰影那個 妝感給人的感覺會差蠻多的 我決定再沾一點亮片放在臥蠶 就是加一點那個亮片的感覺 眼妝就這樣 接下來呢準備來夾睫毛 然後我的睫毛夾呢 是我2016年就推薦過的這個3的睫毛夾 3的睫毛夾我覺得 比較適合就是你是長眼型的人 假如說你是圓眼的話用它可能就沒有這麼順手 睫毛膏呢我要用我2020年最喜歡的這一支 MOOD的睫毛膏 那我前陣子有發過就是韓國人們睫毛膏的評比 那這支點閱還蠻慘的 所以假如說他沒有看的朋友可以去參考一下 那這支睫毛膏我選的是咖啡色 它就是刷起來纖長 纖細 完全就是不容易結塊 而且它非常的持久 這支呢我妹跟我表妹都是極力大推 就是它刷起來的妝感真的非常棒 想說喜歡那種自然系線長睫毛膏的朋友 千萬不要錯過喔 然後我覺得它拿來刷眉毛的效果也很好 這樣子呢我睫毛膏也畫好眼妝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現在呢我要再加一個東西 就是這一個MISSHA的眼影蜜 那這眼影蜜呢是我20...我剛剛看到的 我2017年的愛用品 然後我想說欸好久沒有用了 所以我想要再加一點在這個上面 我在2017 2018的時候非常喜歡這種眼影蜜 那我在2019的時候也有跟大家推薦過31的眼影蜜 31的那個我到現在都還蠻常使用 但這個就有點比較久沒用 所以我想說來試一下 它是不是有點乾掉了 不會吧 喔沒有啦 有有有它還有濕濕的 嚇死我了 哇好亮喔 你們看上去之後好像 亮片感又更明顯了一點 這樣是加過眼影蜜了 就是臥彈的地方 我可以看一下 B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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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級的亮 接下來眼線膠筆的部分呢 我要用我這個2019年最喜歡的眼線膠筆 然後這個我已經用了第三支左右了 這個是我一路用到現在都還是非常喜歡的一支眼線膠筆 然後它真的不會暈超級不暈 我現在畫眼線的習慣啊 就是不會像以前一樣就是外眼線從頭拉到尾 大部分都是以一個就是先畫個內眼線 然後眼尾的地方呢再給它慢慢拉出去 這樣子眼妝就畫完了 好接下來腮紅的部分呢 我要用的是這個我2017年的最愛 是這個PK07 它是一個非常非常非常淡 然後比較偏白色系的粉色腮紅 那這個腮紅我覺得它很適合拿來提亮蘋果肌的部分 好你們看一下我這邊是上過的 然後這邊是沒有上過 你們有沒有覺得這邊看起來是比較 光線 光線 回來 光線 你們看我這邊上了一層之後 你們會覺得欸 這兩邊好像有一點不一樣 然後仔細一看就發現 喔原來這邊看起來比較乾淨 比較亮 比較膨 它對於就是修飾這邊黑眼圈啊 跟蘋果肌的體量效果非常的好 有沒有 欸光線來了之後更明顯 就這邊看起來會很粉嫩你們知道嗎 然後就用這種刷子拍的方式 你可以順便提亮一下你的黑眼圈 因為它是粉色的 所以它也可以提亮一下 這一塊呢 我很推薦給皮膚偏白 或者有點蠟黃的人來做使用 就是它那個提亮效果 跟修飾暗沉啊 蠟黃的那個感覺是很棒的 但假如說你是健康膚色的話 這款就有點微微的不太適合你 那接下來呢 我要搭配一個就是我2019年 有跟大家推薦的這個 TUQUO FOSCORE這個腮紅 也是被我用到凹下去了 這款就是日常百搭 你不知道用什麼腮紅用它就對了 然後也是適合黃皮膚的人來做使用 剛剛那一塊就算是底色 那我們這一塊就算是 讓氣色更好的這個顏色 這樣子呢腮紅就完成了 你們可以看一下 就它不會特別的明顯 可是我感覺你這邊看起來好粉嫩喔 就整個氣色很好這樣 最後呢打亮的部分 我要來用這個 曾經非常非常火紅的 這個BECCA的Champing Pop 然後呢因為它已經過了非常久 大概五年了 所以它這個已經有點 就是黏黏的跟NARS的那個殼子一樣 但是我現在其實比較少用這種打亮 大部分都是提亮蘋果肌嘛 所以我這個打亮就用在鼻子上面 那我就上在鼻樑這邊 很亮耶 還是很亮耶 然後鼻頭 然後看到它這個非常亮的光澤嗎 超級的亮 這亮不用太多就很閃了 最後呢我再疊一點這個 2018年我最推薦的打亮 也就是這個鄭宣墨的打亮 欸我拿翻了 我到現在呢還是很推薦它 也非常的喜歡它 它這款打亮在我心目中 真的是無可取代的打亮 你們知道嗎 這塊打亮我真的是在韓國試到之後 就愛不釋手 他們在01道的店面我覺得很漂亮 而且那個服務員態度也超好 所以你走進去很容易就會熟 我記得我上次好像 一進去就買了大概快 就幾千塊台幣吧 就腦波很弱這樣 這樣子我打亮也完成了最後剩下的唇彩 我發現我在2015年2016年很喜歡那種 帶有一點紫色調的唇彩 我還找出了那個我2015年 非常喜歡的這個Diva 就是比較深的那種紅色你知道嗎 我現在基本上很少會用單擦這個顏色 但是我以前好喜歡喔 另外就是這個CLEO的顏色 這不知道還有沒有在賣還是停產了 就是這種紫紫啊或是深紅色 我以前超愛的耶 但我現在真的很少擦這種顏色 我現在比較常擦那種珊瑚橘啊 或是玫瑰色的唇膏 這個反而比較少 所以我今天打算就是用一個疊擦的方式來呈現它 那我要先疊這個Stone Brick的這個液苔唇用 霧面的很好用 好薄然後很舒服的這個質地 我之後會做一個開箱 我先上了一個底色之後 我要來疊我2015年非常喜歡這個CLEO的唇彩 我覺得隨著時間的不一樣啊 喜歡的妝感真的多多少少都會有一點點變化 然後我現在也喜歡把唇化的比較飽滿一點 然後邊界用的比較 不要那麼明顯 以前會比較喜歡俐落的那種唇型 中間似乎可以再疊一下Diva這個 像現在這麼深的顏色我就會把它拿來 疊差比較多 這個顏色好像比較接近我現在會塗的顏色 就有點漸層的感覺 這個唇部的組合呢 融結了我現在2021年喜歡的 跟2015年喜歡的這個組合 然後融合出我現在的妝感 現在呢妝容就差不多完成了 我來整理一下頭髮 然後再來跟大家總結一下 哈囉回來了 我剛去夾了一個鯊魚夾 就我前幾天去逛街的時候買的 想說我頭髮長了一點現在可以夾起來 就好像還蠻好看的 但我頭髮現在還是有一點點短啦 就沒有辦法夾出很飽滿的那種感覺 那剛剛妝容呢我越看真的是越喜歡 尤其是唇彩部分 疊了一個底色之後啊 再上這個紫色 我覺得就是整個看起來超顯白的 就是唇妝看起來很好看 那今天這個妝容呢有超乎我意料之外的喜歡 因為畢竟很多東西真的我已經好久沒有用了 事實證明呢 歷年來的年度愛用品的參考性呢 還是非常的高 只是因為有時候喜好的改變 喜歡的顏色上面啊等等的會有一點點不一樣 但是改一下使用方法 使用起來效果呢我都還是非常的滿意 真的歷年來年度愛用品 大家真的是要參考一下 各個YouTube的參考性我覺得都還滿高的 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分享 還好我沒有打臉自己 這些東西我用起來還是還滿喜歡的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支影片 那也希望今天這支影片對大家有幫助 也希望你們覺得這支影片有趣 那我下一支影片呢會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以前上妝方式 跟現在上妝方式 畫起來的妝感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大家記得再回來看 那我們下次影片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見